大家好 9月份了 温度慢慢的降下来了 很多花药家里的下角栏已经开始萌发新芽 这个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要记得去做 这样很容易导致下角栏 没有很好的微幅生长 反而导致枝条腐烂或者是进阶片脱落的情况 第1个 虽然温度慢慢的降下来了 9月份的天气 光照是非常强的 我们不要过早的把下角栏搬到室外 这样下角栏很难恢复生长 我们最好是把它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 第2不要急着去换盆 因为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换盆之后不利于下角栏浮盆 这样到了花期就会影响它开花 最后就是施肥了 我们一定要记住下角栏慢慢的恢复生长 我们不要施一些氨氮肥比较高的肥料 这样容易出现 徒长不开花 我们应该选择一些 含氨氮脚肥比较高的肥料 这样促进它 花椰分化 到了花期才能开出品质高的花朵 好了 喜欢下角栏的花椰们 我们一定要记住 好 再见 谢谢